兔子姐姐孩子不诚实怎么办 太好吃了 多吃一点也没关系 外婆走了过来 我的礼物被谁吃了 兔子姐姐看了看小狗 是她吃的 兔子姐姐开始肚子疼 我肚子好疼啊 一定是因为兔子姐姐撒谎了 外婆对不起 蛋糕是我吃的 没关系 要做个诚实的好孩子 兔子姐姐在花园里吹泡泡 她不小心半道水管打翻了花盆 我心爱的盆栽怎么都碎了 是谁干的 小猫出现了 是她干的 兔子姐姐开始浑身冒冷汗 外婆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碰到的 没关系 要做个诚实的好孩子 兔子姐姐跳泥坑真开心 真好玩真好玩 你将忙脏了衣服 怎么办呢 我刚洗的衣服怎么那么脏 是谁干的 是她干的 兔子姐姐开始一直打嗝 一定是因为撒谎了 外婆对不起 是我干的 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要诚实 请看下一集 中文字幕后 是非诚实在 有诚实实在